欢迎大家收看,今日六度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正式将加鹏定性为政变后 暂停向该国提供大部分外援 三个波兰反对派,团体称唐纳德 图斯克是他们的总理候选人 心灵感应的麦迪逊和儿子正好适合彼此的足球风格 乘客在飞机上给婴儿换尿布 重新引发了乌儿童航班的争论 特朗普的律师对华盛顿选举破坏案提出挑战 称其违宪 请大家收看 美国正式将加鹏定性为政变后 暂停向该国提供大部分外援 美联社 美国政府宣布暂停对加鹏的大部分财政援助 原因是,今年早些时候发生了一次军事政变 总统阿里、邦哥、温丁巴在这次政变中被推翻 这标志着他家族统治超过50年的时代结束 美国国务院表示 人道主义、卫生和教育援助将继续汇集加鹏人民 但财政援助将在过渡政府采取具体行动建立民主统治之前停止 加鹏是石油书出国组织的成员 但其石油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该国青年失业率较高 三个波兰反对派团体称唐纳德、图斯克是他们的总理候选人 加拿大环球邮报 波兰三个反对派团体的领导人宣布 他们准备组建一个政府 最大团体的领导人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 将作为总理候选人 在波兰最近的选举中 集体赢得最多选票的反对派团体的目标是恢复该国的民主标准 组建新政府的下一步取决于安洁一、杜达总统 他将与在新议会中赢得席位的政党领导人进行磋商 如果杜达等待整整30天召集议会 并要求执政的法律与正义党试图建立一个政府 那么新政府可能要到12月才能宣誓就职 心灵感应的麦迪逊和儿子正好适合彼此的足球风格 前托特纳姆热刺后卫斯蒂芬·凯利 称赞詹姆斯·麦迪逊和孙星敏之间的共生关系 两人在周一2比0战胜富勒姆的比赛中配合得很好 麦迪逊打进了第二个进球 凯利说 麦迪逊填补了哈利 凯恩留下的空白 哈利 凯恩在夏天离开拜仁慕尼黑 这位英格兰中场和孙星敏很快就在球场上达成了谅解 乘客在飞机上给婴儿换尿布 重新引发了无儿童航班的争论 英国独立报 在一名女子批评一位母亲 在机舱内给她的幼儿换尿布三次后 关于禁止儿童乘坐航班的辩论再次引发 这名女子在Reddit上发帖 呼吁在某些航班上禁止儿童 并声称飞机臭得要命 因为这位母亲没有去洗手间给孩子换尿布 这篇帖子获得了近600个赞同票 并得到了只允许成年人乘坐航班的支持 特朗普的律师对华盛顿选举破坏案提出挑战 称其违宪 美联社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律师在他的联邦选举颠覆案中提交了新的动议 便称起诉书应该被驳回 因为违反了他的言论自由权和报复性起诉 这些动议进一步支持了特朗普辩护律师的观点 及他在担任总统期间采取的行动免于联邦起诉 对起诉书的挑战可能会延迟预定于2023年3月举行的审判 辩护律师还声称特朗普因政治原因而受到起诉 对维吾尔族电影制片人的审判将于本周开始 未报 据他的支持者称 维吾尔族电影制片人伊克拉姆·努尔梅哈梅德 将于周三在新疆受审 努尔梅赫梅特于五月在北京被捕 目前因不明罪名被关押 他此前曾被列入被称为上海名单的恐怖主义嫌疑人名单 努尔梅哈梅特指导了几部聚焦维吾尔族主角及其生活的短片 人权组织表示中国政府在自2017年以来不断升级的对维吾尔分离主义分子的镇压中 监禁了大约50万人 图斯克说波兰反对派准备掌权 路透社 波兰的反对党准备掌权并加大对总统安杰伊 杜达的压力要求任命他们的候选人唐纳德·图斯克为总理 亲欧盟 伊佑 反对党在最近的选举中赢得了多数席位 标志着波兰在与布鲁塞尔多年争执后发生了转变 杜达是执政的民族主义法律与正义党PICE的盟友 他此前曾表示 他将首次有机会组建议会中最大的单一政党 然而 法律与正义党失去了多数席位 不太可能在没有联盟伙伴的情况下组建政府 波兰最大的自由反对派组织公民联盟的领导人图斯克证实 他将成为反对派的总理候选人 反对派领导人敦促杜达 不要拖延就任命新总理做出决定 然而 他的助手表示 他不会急于做出选择 马克龙会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 加沙战争继续 人道危机恶化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法国总统埃马纽尔 马克龙计划在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期间 成为首位于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 阿巴斯会晤的西方领导人 马克龙旨在表达对以色列的团结支持 但也将强调在对巴勒斯坦地带的持续轰炸行动中 保护加沙地区的平民人口的必要性 他将提议重新启动真正的和平进程 以换取地区大国对以色列安全的保证 从而建立一个可行的巴勒斯坦国家 马克龙还将推动人道停火 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身体健康 嘲笑了有关替身的谣言 路透社 克里姆林宫否认了有关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生病的报道 并嘲笑了有关他使用替身的谣言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 佩斯科夫称该报道是又一个假新闻 并将替身谣言视为荒谬的虚假信息 普京于10月7日71岁生日 仍然保持着繁忙的会议和公开露面的日程安排 在2020年的一次采访中 普京否认使用替身 但表示出于安全考虑 曾被提供使用替身的机会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致电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外交部长 谴责对平民的伤害 南华早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呼吁保护平民 并在以色列加沙冲突中达成政治解决 在与以色列外交部长埃利 科恩的电话交谈中 王毅表达了中国对冲突升级的深切担忧 并谴责伤害平民的行为 王毅还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外交部长通话 表达了中国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 并支持基于两国解决方案的政治解决 王毅还向其他卷入冲突的国家 发出了类似的呼吁 包括埃及 伊朗和土耳其 乌克兰最新消息 俄罗斯卢布飙升至六周高点 日经亚洲 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达到六周高点 受到油价上涨和出口商增加外汇销售的支持 卢布对美元汇率上涨1.1% 达到自9月12日以来的最高水平 月末纳税支付通常导致出口商将外汇收入兑换为本国负债支付 此外 弗拉基米尔 普京总统的强制外汇销售法令上周生效 要求出口商将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汇回国内并出售 自该法令首次宣布以来 卢布已经走强 与此同时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 塔伊普 埃尔多安已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提交给土耳其议会进行批准 这使得瑞典更接近加入北约 因为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瑞典结束了长期的中立政策 土耳其和匈牙利目前是维尔尚未批准瑞典加入的北约成员国 Shomima Begum向上诉法院提起有关英国公民身份的法律斗争 英国美日电讯 Shomima Begum关于剥夺她英国公民身份的决定的法律斗争 将由上诉法院审理 这位24岁的年轻人 此前在特别移民上诉委员会 Special Immigration Appeal Commission 对该决定的挑战中失败了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项裁决中 有人表示 可信的怀疑是Begum被ISIS招募和剥削的 但这并没有阻止她的公民身份被撤销 Begum的律师表示 他们将继续挑战该裁决 上诉法院的听证会预计将持续三天 Begum于2015年前往叙利亚加入ISIS时 年仅15岁 肯尼亚法院延长了禁止派遣警察前往海地的命令 延长了两周 美联社 肯尼亚一家法院延长了阻止肯尼亚警察部队前往海地 领导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打击帮派暴力行动的任务的命令 该法院将于11月9日对此案作出裁决 前总统候选人埃库鲁 奥科特于10月9日提出诉讼 反对派遣肯尼亚部队 他认为允许总统这样做的法律与宪法的相关条款相冲突 奥科特的诉讼还指责威廉 鲁图总统在肯尼亚面临恐怖袭击和最近的种族冲突等安全问题时 同意领导国际维和任务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该部队部署一年 并在9个月后进行审查 马克龙在访问以色列时表示 优先释放加杀人质 金融时报 法国总统埃马纽尔 马克龙呼吁以色列及其盟友 将释放被哈马斯劫持的所有人质作为首要目标 马克龙在访问以色列期间发表了这番言论 他还敦促以色列总统埃萨克赫尔佐格避免对加沙地带发动地面进攻 预计欧盟领导人将在本周晚些时候批准人道停火 以便更多援助进入加沙 并给卡塔尔促成的谈判争取释放人质的时间 为什么法国的马克龙要访问以色列 半岛电视台 法国总统埃马纽尔 马克龙带着一个四点计划抵达以色列 以解决最近以巴冲突 马克龙希望防止暴力升级 确保加沙囚犯的释放 为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 并致力于实现两国解决方案 预计他还将呼吁人道停火 以便向加沙提供援助 并提议重新启动和平进程 马克龙在访问期间将会见以色列总理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统埃萨克、赫尔佐格 和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 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最近的新闻 首先 美国决定暂停对加鹏的大部分外援 这是因为加鹏早些时候发生了一次政变 这一决定将在过度政府建立民主统治之前生效 加鹏是石油出口国组织的成员 但是该国的石油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青年失业率也较高 另一则新闻是关于波兰的三个反对派 团体称唐纳德 图斯克是他们的总理候选人 这次选举中 反对派团体赢得了最多的选票 他们的目标是恢复该国的民主标准 目前还需要与总统进行磋商 新政府可能要到12月才能宣誓就职 在体育方面 前热次后卫斯蒂芬·凯利 称赞了詹姆斯·麦迪逊和孙星敏之间的合作 他说麦迪逊填补了凯恩留下的空缺 这位英格兰中厂和孙星敏在厂上很快达成了默契 还有一则话题是关于在飞机上给婴儿换尿布的争论 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批评一名母亲在机舱内给孩子换尿布 引发了关于禁止儿童乘坐飞机的辩论 这篇帖子获得了很多支持 提到只允许成年人乘坐航班 接下来是关于特朗普的律师对华盛顿选举破坏案提出挑战的新闻 特朗普的律师便称起诉书违反了他的言论自由权和报复性起诉 这可能会延迟审判 还有一则关于维吾尔族电影制片人的新闻 他将在本周受审 他被指控是恐怖主义嫌疑人 但人权组织表示 中国政府在对维吾尔族分离主义分子的镇压中 监禁了大约50万人 最后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以色列时 表达了对加沙地带平民的关切 并呼吁保护平民并达成政治解决 他还将推动人到停火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反映了全球各地的重要事件和话题 而对于这些新闻 我个人的观点是 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 为处于危机中的国家 提供援助和支持 并寻求和平解决问题 同时 我们也应该关注体育和娱乐领域的发展 这也是增强人们幸福感和团结力的重要方面 现在 我想知道 大家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随时在留言区 分享您的观点和问题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